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关 在python里面如何把像我们刚刚这一题 所谓的这个直数判断改成制定函数 那怎么样叫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方旋 那这个方旋的话呢 怎么样建立 那我这边主要区分两种类型 第一种的话呢 是没有回传值 一种是有回传值 那这个有点像VBA里面 第一种是类似像VBA里面的SUB SUB有没有 就是没有回传值 它做完之后反正做完就拜拜了 它也不会告诉你到底结果是如何 但第二种是有回传值 它会return一个什么 return一个是不是直数的结果 告诉你 那两种怎么写 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 有回传类似像VBA里面的SUB怎么改写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刚刚这一道程式 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制定函数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 主要的用途就是如果你将来有那些城市 这一段城市会在很多地方被共用到 比如说城市都重复 这地方也出现 那地方也出现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说 我应该把它写成制定函数吧 让城市比较简化 否则的话 如果城市都一样 然后重复出现的地方太多 那将来如果你要维护它的话 那岂不是你要维护很多地方 而且你还不能漏掉 那如果你把它写成制定函数的话 你只要维护一个地方就好了 OK 只是说呢 在Python里面呢 要如何撰写 这个所谓的制定函数 第一个的话 制定函数呢 第一个要点 就是你一定要写在城市的最上方 这个module的最上方 我按两下inter 然后呢 开头一定要是def开头 有点像define吧 他写一个很短的一个英文 空一格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给它一个制定函数的名称 因为我们叫test好了 OK 假如没有想到 然后小瓜五一下 接下来你会发现 小瓜五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分号 enter之后的话呢 你就要把你要做的事情 写在这个下方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值数判断 变成一个制定函数的话 那我就留下什么 假设老 我就留下输入好了 就是主程式里面呢 就只有做一件事情 就什么 就是输入资料 然后剩下来就是丢给那个 制定函数帮我完成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底下的这个程式 留第一行 把底下这些呢 搬家 搬家习惯就选举到 按住标放往上拖拉 拉到哪里呢 拉到DEF这个TEST的这个方形的下方 那因为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地方会有个缩排的问题哦 所以记得哦 你把它拖拉过来按一个TAB键 让它呢 降一阶 到那个DEF的这个制定函数的下一阶哦 OK哦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底下这些程式呢 它是在这个制定函数底下被执行的 哎 好 那我们基本上已经写好一个制定函数了 那这制定函数非常简单 就TEST的底下执行这些事情 那没有回传值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怎么去使用这个制定函数呢 很简单 假如我input了一个整数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个资料呢 丢给这个TEST 让它去run 那怎么run呢 特别是我就呼叫 所以这边再打一个TEST 你会发现打一个TEST之后的话 刮壶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我要传一个东西给他 什么东西呢 就是 我输入这个词给他 所以我就把这个 PRONCE这个词丢给他 再来我们去接呢 特别是哦 请你在这个刮壶里面一样 再放一个PRONCE 意思说我把 它输入的这个词 比如说53好了 那我把53这个数字 把它丢到这边来 然后做底下这些事情 那因为没有回传值 所以它就跑完就算了 就这样OK了 所以特别是说架构基本上 就在上方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TEST的一个 DF一个TEST 然后我把这个PRONCE丢到这边来 让它去run 那程式就写完 基本上跟刚刚的程式 大致上其实还蛮雷同的 只差别就底下的程式 通通都搬到上面去了 这个好处它目前看不出来 因为目前只有这个module使用到 那如果将来 如果还有其他地方会用到的话 就直接呼叫这个TEST就可以了 OK 好那run一下 基本上执行 输入一个整数55好了 Enter 不是指数 那如果执行什么 执行53 Enter 是指数 基本上 它的跑的 这个流程一定是输入一个53 53到这边 然后它会透过这个 这个什么 刮户里面 传给这个TEST 丢到这边53 所以这个参数里面的值就53 那底下反正就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底下做完之后呢 一样会输出 是不是指数的结果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回传值的写法 有点类似像那个 如果之前各位有学过VBA的话 有点像VBA里面的SUB OK 但是呢 第二种写法是Function Function要怎么写 Tile of Return 意思是说呢 最后的那个什么 Print的部分 不是到这边Print 因为想说 你都帮我Print了 那变成说什么 你什么都已经帮我讲了 那我变成我的主城市一点作用都没有 感觉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 有点像现在行政院长好像都 都叫那个谁讲 都你讲了 那感觉好像 好像那个变成那个 现在最大的好像都是卫生部长 好像甚至比那个行政院 而且像行政院长 讲话的时候还要再提一下 有没有 他讲的话 你感觉好像 当然如果是另外一种 不过 另外一种就是说 有些像官大的话 他最后说你做完了结果我来宣布 那就是你要Return给我结果 你告诉我结果就我来宣布 而不是说你一直在那边宣布抢了我的光彩 对不对 所以第二种写法就是有回传值 那回传回来 我再到底下把结果输出 OK 那怎么写 请各位先试一下第一种 那这个稍微有点比较复杂一点 所谓的字定函数 那写的结果就在这里 这边就要在我们的讲义 云端讲义里面的第十五页 无回传值的写法 所以刚刚我写完的结果在这里 那待会再来看 如何写有回传值的 类似像VBA里面的Function OK 画面先试一下 让我忘了写